水泉水波灵光莓一块 质地不错 实质吸软 准备裁了做个硅形 需要裁掉的部分是因为有缺 底下还带点石皮 比较简单的一个素颜形式 确定方案 针刀再画下线 小刀榔头 铁边采取多余部分 这段其实是今年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执着于拿小刀铁 但实际上没早完 中间被别的事情打断了 然后就被我扔一边 这一扔就扔了半年 直到7月份 我才想起来这块开了个头 没做完的料子还在角落里吃灰 所以不仅置验地点转移到了新的工作台上 拍摄视角发生了改变 需要裁切去除部分也没了 直接上金刚式磨盘磨侧面了 为什么一下就没了呢 因为我用了个小型的浴室切割机直接给切了 那这种大块裁切的操伙 还得是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同样的效果 更高的效率 当然机器也就是裁个直边 毕竟这种料子边缘挺容易崩的 手工铲和凿都有可能会爆边 那机器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这种需要斜向内收的侧面造型 还得靠手工工具去修 磨盘和错刀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也可以用牙雕机适当去提高一下粗修的效率 果不其然的修侧面的过程当中还真崩了 正面原本打算是做突的雁边 结果左边直接崩的不像样了 我一怒之下关了录像 硬生生把原本高级的雁边缠到比中间低了一两个毫米 这样才给搞平 背面我还发现一个小鞋层裂 我没有选择补胶 而是直接给抠了下来 等于背面会有个小鞋坡 我修了下还没完全修平 这是小问题 至少雁没有裂了 既然左雁边已经从高级平面被动崩成了较低的平面 右边肯定要相应的去对称一下 并且方案也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 才能让整个雁的形质成立 这里应该可以看出正上方两条鞋边 我做了一个斜坡上升处理 类似于传手撬头的效果 这么做的原因此处再且不表 先把背面用磨盘搓搓平 回过头来搞正面 其实这时候要怎么改已经有个大致主意了 简单来说 也就是把原本比较简单无脑的单层雁边 改成了外低内高外宽内细的双边形式 验尺选择了一个不带罗汉度的斜坡形式 这样大方向基本算是定下来了 其实验尺验堂这里我搞了蛮长时间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挖到一个什么程度才是最合适最合理的 所以只能一点点搞 原本到这里就差不多可以打磨收尾了 但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又多了点什么 然后我就把那边靠顶上尖角的位置直接给铲了 把尖角位置那边的高度从高于外边铲成了低于外边 造成了一个由两边高起到中间下潜的变化 这也算是我灵光一线搞出来的幺蛾子 具体为什么这么干 等打磨完了看成命再来说 现在就是完成后的效果 整体就是一个比较宽的硅形 下侧留了实皮 我还在侧面圆角的位置刻了个摘号的印 跟常规的素颜龟形相对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点主要在于雁边 首先是靠外的宽边 从侧面看并不完全是平面 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类似于传手的上翘造型 我这么做的原因也挺简单的 就是觉得搞成拉折平面太扁平化太单调了 这一点点小起伏既不会很明显又能有一点微妙变化 除了靠外宽的眼边靠里窄的眼边也被我搞了点小花样 我把最上方尖角位置给铲掉了一点 使得原本相对外侧眼边是高起的这条窄边 到验手顶上位置又变成了低于外侧眼边的这样一个小的变化 这个处理其实是我制作过程当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想法 在左右两侧看外侧宽边的高度最低 内侧细边最高 验堂高度处于两者之间 而跃到眼手靠近最上方的尖角位置 外侧宽边的高度慢慢变成了最高 验堂过渡到了验尺变成了最低 如果把低的位置视为阴 高的位置视为阳 那外侧的眼边从眼台两侧位置到眼手顶端 相对于内侧细边和眼堂分别完成了一次由阴转阳的变化 由外到内的相对位置关系从低高中变成了高中低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可以让原本比较固定的方圆对比 曲直对比这种素颜中常用但比较单一固定的阴阳关系 更丰富更具变化一点 像验下侧左边肩脚右边圆脚 就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圆对比阴阳关系 我觉得这样并不违和 所以就故意没去给做成对称的形式 虽然在一个这么简单设计上面搞这么多小变化 可能多少有点没吃少事 但我个人觉得这种在阴阳之间做对比和转换的效果还挺好玩的 至少让原本很素的设计变得不那么淡调 同时也比较符合我们传统文化中阴阳对立统一的理念 阴阳协调阴阳转换阴阳对立统一 也是我自己在玩文放这些东西的时候一种衡量标准 背面是个直取屏 没做太多处理的平面 为了保厚度还留了一丢丢小时缺 其实这算是我特地留的一个余地 背面现在这个状态选择比较多 可以就这样当个平板背面 想做明文了可以刻明文 整个背面平面操作空间也够大 也还可以再进一步做背面雕刻加工 我自己一时之间并没有很强烈的想法 想要去怎么进一步处理 所以就干脆先留白了 OK 这就是今天这期破售全部内容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是新年载种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